大学招联会计划把音听成绩也纳入个人申请的考核项目 主要就是因为考试能够引导教学 希望让高中生的听说能力变得更好 事实上呢 根据英国剑桥认证单位公布的台湾学生英语表现调查 发现台湾学生的年龄越大 英语能力反而是下降 不过这个认证单位也指出 台湾中学生的听说能力其实不算差 倒是阅读跟写作的表现比较不好 在情境中心用英文买东西结账和外籍老师交流 国小英语课程推动十年以来强调的就是听汉说 加上部分学生提早学英文 2011年YLE剑桥儿童英语认证分析里 台湾小学生的平均成绩位居亚洲第六 赢过排名第十一的南韩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 台湾学生的英语能力却下降 国高中生程度的认证考试 平均通过率台湾排在第五输给南韩的第三 在剑桥的测验里面 他很重视的事情是说 我读一篇文章 我是不是理解他的意思 那我们的孩子在理解这个部分比较弱 剑桥的英语认证强调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 台湾中学生的听汉说其实不差 但习惯背单字背文法的学习 使得阅读和写作表现比较差 高中老师也说 就是因为升学台湾学生最会的其实是解题技巧 虽然我们都说要做extensive reading 就是广泛的阅读 可是学生可能focus在是 我答题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样去找一些crew 所以他不一定真的全部都懂 也有英文老师认为 国外在语言学习相当重视理解和运用 但这必须靠大量阅读 以及不时写出文章摘要来训练 很多学生都说 眼前的事实是为了拼大学 还得雇其他科目 哪来得多余时间做这些 记者林晓慧 沈志明台北报道